今天为大家简选的圣经金句是 在者末期内,他借着自己的义子对我们说了话 希伯来书的一章二节 听了这一节的圣经金句 不少的兄弟姐妹都会说 对末期有些很奇怪 为什么呢? 现在已经到了世界末日的时候 时日无多,末期 但是在神学上来说 末期是与耶稣基督有关的 就是天主借着耶稣基督 已经将祂对我们的爱 圆满而彻底地呈现出来 特别在死而复活的这件事上 因此这就是末期 意思就是说 再没有比耶稣更能够呈现天主的爱 已经圆满了 所以我们见到天主借着耶稣所呈现的爱 对我们 我们就不能再无动于衷了 必须要作出回应 作出抉择 究竟是信从 或是拒绝 反对 或是信靠 这是末期 我们留意第一、第二节 有很多对比 天主在古时 现在是末期 第一节说天主多次 现在是一次 一次是借着自己的儿子 之前是多种方式 透过先知 现在是透过自己的儿子 耶稣基督 之前是对祖先说话 现在是对我们说话 从一点上 或者我们也值得反省一下 天主今天对我 又怎样说话 或者我是很小时候领洗 让我们所信靠的天主 再不是我爸爸的天主 妈妈的天主 我家族的天主 不是 要是我的天主 或者我昔日领洗的时候 和一班同学 或者在困难之中 天主不可以停留在那时候 不是停留在一班同学 一齐听到你很开心 就是这样 或者在困难之中 天主扶持了我 但是今天 已经有另一个光景 不是 天主是生活的 天主直到今天 仍然对我说话 通过祂的儿子 耶稣基督 所以各位兄弟姐妹 我们现在生活在末期王 让我们都在每日生活当中 认真而肯定地向天主回应 在这末期内 祂借着自己的儿子 对我们说了话 希伯来书的一章二节